我们读到 大摩祖师 大年 大中过来 那个境界太高了 没有人能够明了 他在少林寺面壁九年 遇到一个慧珀 慧珀对他非常凉目 心里有个问题不能解决 冬天下雪 大摩祖师在房间淋了入地 他在门口等着 血下得很久了 膝盖都被淹没了 大摩祖师没理会他 在这个状况之下 他拿他的戒刀 把他的足臂 用刀砍下来 拿这个手臂去供养 大摩祖师 没有东西供养 手臂切断 砍断的时候供养 祖师 祖师看着讲 你活苦来了 你为什么 他就说了 我为是求 老法师替我安心 心不安了 大摩祖师就 手撑出来 你把心拿来 我替您安 这一句话点醒他 找心 现在哪里 找不到 找了半天 回答 回答 大摩祖师 告诉他 我密心 了不可得 心在哪里 找不到心 大摩祖师 回答一句话 欲如安心尽 我把你的心安好了 他在那里 一下子倒 倒 这一屋 就明心见心 匆匆放下了 两边都放下了 慧口大师的开悟 就这几句话 你看 一问一答一答 我们也 这个故事看到了 听到了 你来问 我要去大摩祖师 看看你会不会开悟 你不会 为什么你不会 你没有他那样的真诚 恳切 要解决自己的问题 你现在为什么不开悟 你没问题 你怎么开悟 所以中文说 大一则大悟 小一则小悟 不疑 你就不会开悟 我们今天不怀疑 对法心不怀疑 对无民也不怀疑 那就 那就没有误处了 佛经里面像这一类故事 很多很多 确确确实实 你说 你有烦恼 你有烦恼 你有烦恼哪来 你要回头去找烦恼 烦恼了不可得 那换一句话说 这到底是什么 是一个错局 我们讲 是一个错误 是一个错误观念 所造成 如何把这个错误观念 纠正过来 用不住 错误观念 放下就是 你找个方法 去把它纠正 那个方法 又是一个烦恼 又是一个麻烦 永远解不开 为什么呢 你所有一切想象 同时虚妄 虚妄 不能 化解虚妄 真实一出现 虚妄就不见了 真实怎么出现 放下虚妄 真实就出现了 关键还是放下了 慧口总以为 自己心不安 深烦恼 大魔祖师这一招 你把你那个 想着你那个 心不安的 这个念头放下 就没死了 古德说的好 只要除妄念 别求真 我望的方向 真的在哪里 还是一个妄念 真跟妄是一一不是二 放下念头 妄就变成真 原来妄是真 没放下来的时候 原来真是妄 不齐心不动念 真就现前了 真人说就现前了 真心就现前了 真性就现前了 齐心动念 不见了 为什么呢 真一心变成了 齐心动念 真一心变成了 见死烦恼 这是原理 你把原理参透了 真搞清楚 搞明白了 什么是真的 一念不生是真的 那一念不生走不到 为什么走不到 妄想习气太重 自自然然 一个念头 一个念头 往外冒 就像泉水一样 不断从地上 涌出来 这是六道十八戒 众生的病根 那这个事情怎么办 随他去吧 别理会他 这就是方向 放久了 缠定出现 你就定下来 定久了 就大车大 自信里面的光明 就透出来了 念佛人的方法 是八万四千法门里面 最巧妙的方法 就是你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不是旺 也不是真 阿弥陀佛就是自信 阿弥陀佛就是真心 阿弥陀佛就是真乳 妙不可言 对待这一句阿弥陀佛 绝定没有怀疑 绝定没有妄想 没有查念 时时刻刻 提得起 没事去念阿弥陀佛 别去打妄想 用这一句阿弥陀佛 取代你所有的念头 这叫念佛人 这叫义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后面这两句 是说它的效果 必定见佛 你就成佛了 你不成佛 你见不到佛 见佛就是成佛 成佛就是见佛 所以 无腹无脱 一句佛话念到底就好啊 阿弥陀佛 阿 妮 陀佛